大家好,多美斯老师 今天又来到这座 不用煤不用电 没有任何取暖设备 只有墨纸墙吸收阳光 零无眼零排放的大棚 经过我们当地 零下三十多度寒冬的考验 这个棚获得成功了 我们当地洞植物园 通过这个棚的考察 现在又决定 在我们洞植物园 建八座60米乘12米 和这个棚一样大的棚 我们当地的一个企业 准备还建四座 我领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棚从开始建设到建成 和冬天使用的情况 我会陆续给大家分享 新建的棚有改进 这一个墨纸墙也有改进 再一个棚 建设这块也有改进 看看都有什么改进 这座大棚走进去看看 这就是这座棚的河西墨纸墙 这座棚啊 是根据当地的精度纬度 经过精密的计算 是决定这座棚的朝向 在这个棚的高度 这现在有很多那个技术数据在里头 夏天呢这个光照不到这座墙 夏天这个棚不热 冬天呢这个阳光啊 全部照在这个这座墙上 你看这个棚的建设 一个是设计角度 一个墨纸墙 再一个高度 这都是有经过严密的计算 反正这种效果 这个棚啊还是很成功的 你看这芭蕉树长的 这一冬天不仅没冻死 还那大叶长的 这无花果树 你看这无花果 经过这一冬天 没少长 哎呀结果了 看结这么大了 那些竹子也都发叶 那是北方的长竹子 看车离子 对 看这座啊 那个无费用 不用硬核取暖设备 不用煤电 使用这座墨纸墙 吸收阳光取暖的大棚 这经过啊 零下三十多度的低温考验呢 将现在这里的这些植物 现在看是获得成功了 这个墨纸墙啊 这个面积太大 你看出 容易出裂瘟 这有裂缝 这影响这个墨纸墙使用寿苗 所以这一块呢 又做了改进 那除了板材板状的墨纸墙 使安装更简单 吸收阳光效果更好 热量还均匀 这个板材的出现呢 就使旧棚的改造 就变成了现实 旧棚的改造 变得更容易 今天呢 来到我们动物植物园 我们动物植物园啊 看呢 就是不用煤不用电 自用墨纸墙吸收阳光取暖大棚 这块实验成功了 在动物植物园经过考察呀 也准备在这建八栋大棚 这现在准备开始开工建设 这建八个棚 嗯 这边的四个 这西区就是西区四个 那边还有四个 这边还有四个 这边还有四个 对那边四个 一共是八个棚了 光鑫大哥那块建四个 现在这个棚 照以前照咱们城市盒那个样板 样板棚了 又增加了 这三水盐 这又改进了 改进了 改进了 每个棚都有一些新的技术在里面 对 最大的改进一点就是 后面那个西区就小 因为整个转抬了 不是那个刷刷图长那种的 对 这个棚就改进了 有时候说 他就说有点厉害 咱们这个都有点厉害 对面积太大 他厉害 它影响它的美观性 对 在什么地方还翻京都纬度 对 首先每个地方的京都纬度都不一样 对 每个地方京都纬度不一样 阳光照射的角度不一样 我根据这个当地的实际情况 去设计这个棚的角度 很多朋友啊 看了我们那个实验棚以后啊 对这一块还是有的 他有点质疑 到底能不能行 有的朋友啊 那个评论书啊 这个东西又是个水便游 这个东西倒在怎么样呢 这边得现场看 得经过实现 这个棚就是一次性头之包一点 但是呢 它是 它是动身出气的 这个墙板安装之后 我再给大家分享 你看这个墙板安装 基北关 又实用 这个收入均匀 这现在基础已经放完了 这个基础是经过严格的计算的 因为这个棚的技术含量 一个是在这个 经纬度的计算 这板下完了 板下完了 那这个棚下完了 别的棚没下了 都下完了 全下完了 都下完了 就是基础 这是隔粮的 这两条混淆土上来了 基础下完了之后 这是大秘书的技术板 棚架的这个庄 都是打一个一面地儿 看股价股价的支点 不用煤不用电 所以说节省费用 就是虽说是仪式性 投资高 但是呢 它是终身受益 新型庄 这个又改进的庄 是什么呀 这个庄效果怎么样 从这个庄建设开始 一直到建成 一直到冬天 看这个庄使用型化 我完整的去给大家分享 这个庄建设 我完整的去给大家分享 从这个庄建设开始 大家从这块借鉴 看看这个庄 适不适合你们当地的使用 这个零费用 乌乌眼 自用墨子墙吸收阳光取暖的大棚这一块 还有什么好的提议 好的建议 听到我评论区一过 咱们共同把这个东北 那个无费用 或降低费用取暖 大棚取暖这一块 咱们努力把它做得更好 让它费用更低 大棚建设这一块 就是大家分享到这 大家对这块还有需要心心询问的 可能有朋友去联合或实信 好 今天就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